影巨人的這一套 或者是說 PURPLE這邊是帶那個 吸血地金跟恩若絲 對 那他就是比較 他有多配一張那個 後期的封印嘛 對 對 去解封印那一張嘛 沒錯 對 那就是 兩邊的西瓜樹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這邊 第一個對局是 獵人對上德魯伊 該不會 我們剛剛有看到Band Peek嗎 我沒看到 好像 OK 好 那我們待會再 再稍微再 補充一下 沒關係 我們先把這一局走完 嗯 好 那這邊的 起手 我是覺得二哥這個手牌 打德魯伊不太好打 嗯 要換掉 我覺得船長一定是 我覺得船長是一定要留啦 然後盡量去找伊菲這個 右鼠 但還好他有撿過一張東火板 因為其實三菲的那個 容忍度超級低 就是兩張船長跟兩張東火板 就是對面可能會很困擾 對 你一定要快 你打德魯伊如果慢下來的話 沒錯 基本上就沒什麼機會了 而且這個德魯伊他是比較後期的 他是種菜的 對 所以不要扯到種後期喔 他前期可能就是 而且他是比較純菜的那種 出之帥 好 這邊是先 沒什麼問題 這該不會是二哥的作戰法則 開局先燒一條線 感覺一下 這是他當初教我的 他說我先燒到看感覺一下 那個緊張的程度 對 對 先想一下後兩個回合 沒有燒線啊 這次不燒 就是又一個更深層的心理戰術 你以為我會燒是不是 對這樣子 想的美 我是你能猜透的嗎 當初我們二哥最著名的那個戰績 大概就是連續三次出國吧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情還有沒有印象 就是 那時候其實印象還滿深刻的 對 我們現在的打法就是 每一季都會有選手出國嘛 然後那一季二哥好像出去了三次 對 然後什麼國評 國評得第一 對 就各種 然後我們這幾個 這個親友團嘛 就一直吃他這個 帶回來的這個獎金的這個大餐 好像滿棒的啊 對對對 所以他贏我們也是樂在其中啦 是 那這邊的話會1加1嗎 我覺得2可能好一點耶 而原因是這樣就是 你這個套牌以往啦 我們中蘇利亞對戰得魯一是超級好大的 那我會希望 你這個1也就是讓你這個1三省一血而已 對 那你倒不如後面有機會 什麼3加1 4加1 就是把那個tempo再打滿一點點 對 而且 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曲線其實 滿 不平衡的 所以他如果把這樣的1留下來 其實我覺得能搭配到火花旗超多 可是 2哥好像站在我這邊 那也可以好不好 那也可以 對 他是打1加1 那就希望他後面可以再 抽個2費吧 那 補回一個2加2的節奏 對 就可能第四回合的時候 會比較彈優一點 抽個孔娃啦 對 之類的 好 那 喔 這邊 是先動物夥伴 還是先南海船長 我覺得有點尷尬 我覺得剛才如果2 這邊就3 然後3 1這樣 比較沒有問題啦 但 他這樣的好處是有的就是 節奏更兇悍一點 對 因為1 3這種東西 只要一訓權者 或是他應該有帶刺猴龍吧 應該是會帶 對 他帶2張 對啊 這種三血只要保持好 然後buff上去 哇 那德魯伊真的頭是痛到不行 因為其實德魯伊也沒什麼結場的卡 對 沒錯 他頂多就是 可能散播瘟疫 或者是變身 去擋那幾 拖拖台費 治標不治本嘛 嗯 那就是趁著有空的時候 趕快把那個菜種起來 但是目前來說 可以看到他的手牌其實是 等一下可以翠玉之靈 離他那個理想話 還是有一段距離的 沒錯 喔 打嗎 哇 我覺得不用打 打欸 好 那這邊 4費的話 沒什麼意外 就翠玉之靈 雖然說是有一張哈里遜 但是 覺得不用這麼急 嗯 對啊 好 那這邊 好像可以 這邊最好應該奧克吧 對 李奧克 然後直接buff上去 往臉上打 這個也還可以 是米莎 雖然就他的視角來說 他可能很慌 就是 待會可能會被揮擊懲罰什麼的 但 還好 因為這邊最好是李奧克嘛 然後朱朱當然就是 一直以來都是 算是好的選項之一 沒錯 那我覺得他這邊 叫出這個也不會太尷尬 因為 今天Purple的手牌 長這個樣子 對 而且 但是這個點在於說 等一下 第五回合 那Purple這邊是有扣幸運幣的 那會不會來一個 散播瘟疫 你說待會嗎 對 就是 那就要看他那個右手給不給力 二哥這邊可能要思考一下 對 他有在防 他有在思考這個 他有在想說 是不是要去跟他換 那這邊 好好的想一想 一陣沉思 我是覺得 可以躲 因為多兩隻E在現在 我這樣分析好了 如果奧克的話 我覺得那你拚吧 但是如果是這個四四的話 那好像沒什麼用 就可以躲一下 對 不然其實多兩隻E5 真的是滿麻煩的 那現在二哥比較希望那個 喔來了 正在講他 這個 對 如果這邊的話 坑道如蟲 可以順利下這個蠕蟲 順利下是一定可以下 只是 要怎麼去 對 要損失多少東西 因為兩個E3的野獸 就撞個33 感覺是超虧 沒錯 他可以這樣啦 把兩個23吃掉 然後那個就變五飛 就是刀加兩個E3嘛 然後撞左 然後 穿長撞右 也可以 就是留一個33給對面 然後就可以丟了 欸你好像要考慮 要送掉 欸沒有欸 那我覺得要嘛也是 欸 哇生氣了嗎 生氣什麼 不過我覺得這一點還蠻酷 就是 就是Purple他的這個菜德 嗯 他帶兩張馬 欸 欸對 對他是帶 他帶兩張馬 對 我覺得帶馬的好處就是 六飛那個三波瘟疫完之後 站馬騎一個 那那真的就很難去對付 很厲害嘛 但是沒達到的話也是 拆開也還可以 但不是很樂見 有這個 解掉之後 這邊可能會損失一些東西 整個場面會被拉回去 尷尬 嗯 真的非常尷尬 沒有他前期要馬開局要那個 刺喉嚨 不然中期要有訓權者 如果沒有這些的話 打德魯伊真的是 但他這兩個都沒有 對就很難給壓力 不然你就是要有這個啦 乳蟲 然後早點丟出去 我覺得剛才沒丟真的是 怪怪的 對啊 因為七飛其實我們就可以想 兩張戰馬 然後又有變身 那變身又帶兩隻E5 那如果我多了這一隻乳蟲的話 我至少這個場面可以滿好去清 對 那這邊再下乳蟲 他現在這樣目前是完全沒想法 對這邊有點 但是 德魯伊還沒有很穩就是了啦 是沒有很穩 但是 其實我們從上帝視角來看的話 他其實是可以再多成幾個回合的 二哥嘆了一口氣 嗯 二哥 哇 真的來了 基本上看到這一 不過直接丟是對還不對啊 這一個散播瘟疫 直接丟是 我覺得可以撞兩個那個啊 我覺得可以摸兩下那個蟲蟲 然後你再丟啊 因為這樣三血比較容易下來啊 蟲蟲是誰啊 就是把自殺兩隻嘛 嗯 然後再丟嘛 也一樣有六隻嘛 對 那但是六隻是E5 就是讓你有 就是消掉那個蠱蟲的兩滴血 對面會多兩個E啦 可是這個55會少兩滴 但是我的15是完整的 對對對 沒錯 而且 重點是 兩個E的效益應該 比這51的兩滴血 55的兩滴血還來得 沒用 因為對方就是有野獸 那兩個E也成不了什麼氣候 對吧 唯一可能是那個 恐狼 但你這邊出一張恐狼 那代表 分析起來是這樣 我前面知道你沒恐狼 因為有恐狼早就丟 因為你前面節奏有掉 對啊 那代表你這邊要有恐狼 就是你右手抽到的 那你右手抽到恐狼 那我不是要贏的嗎 對不對 你一個TG抽到恐狼 那不是超尷尬 所以我覺得 他這個躲是 是有在躲東西啊 但是我覺得可以更 激進一點點 對 而且重點是 感覺 比較 沒有那麼 知道自己的目標在哪裡 對對對 好這邊來了一張側翼攻擊 但是現在好像 沒什麼機會了對不對 這個嘲諷 我覺得獵人現在還是要秘密獵 可能比較 比較夠掰一點 就是有比較多的機會 不然你這種 一般的現在這種獵人 說真的 這一次改版也沒有給真的太多 強卡 像當年那個赤紅一出來 真的是載至戰場 而且 如果是秘密獵的話 他會帶 比如說爆炸陷阱 那剛好對我們現在 天梯上的一些盛棋 來說其實是非常counter的 他在快攻內戰 再帶個放狗 基本上 又可以打了嘛對不對 對 好那這邊 好想揮擊 這邊好像是想要放手 一把 我剛才聽得有點慌 我以為你是要講通關蜜語 我以為你是要講通關蜜語 通關蜜語 你懂通關蜜語嗎 不懂 你有沒有聽過好了啦 好了啦 不行不行不行 你真的是要帶我一起 我剛才聽你說我好想講通關蜜語 我以為你要這樣接 不過這邊 還有機會嗎 這個過牆 1 2 3 過牆還有機會嗎 沒有他頂多就叫個 4條狗嗎 這邊 要先把嘲諷去換 就先撞到 對先先換掉 左邊三隻撞右邊 然後兩個四一撞一五 然後放狗 但這樣闖光的話 對啊 到16了 這樣好像還有 五點攻擊力吧 還有五點可以踢到臉上去吧 如果沒算錯的話 可是問題是要死啦 這邊問題是要死的 對啊 他的血量已經剩16滴了 左邊那三隻攻擊太高了 左邊那三隻加起來就已經 16了 對對對 對啊 就沒辦法了 哇 哇 哇 真的 好了啦 這真的不好說 他真的覺得 好 就到這邊吧 但因為我跟二哥有革命情感 所以 所以自然就是 比較敢開玩笑一點 這樣子 了解 對 那這邊 好 希望待會可以看到我們的Ban Peek 對 最重要的 剛剛 剛剛沒有 看到那個Ban Peek的部分 對 但是我覺得二哥的這次的帶牌啊 像這個蔡德過其實也還好 因為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Ban Peek 牧師啦 因為牧師打德魯衣就長那個樣子 今年已經發生過好幾百次了 對啊 那給這德魯衣過那你就給過吧 而且 你的術師應該也不太好打 你唯一好打可能是這個快攻勝 但快攻勝 看 到底有沒有去Ban掉 你玩的很多對不對 對 我玩的滿 滿多的 一邊是聖騎是被Ban 對 因為我想說這個聖騎應該不可能放出來 對 太難打了 然後一邊被Ban的是術士 對 因為他這個術士是那個 比較後期的 有恩若司的術士 可能會比較 場面會比較難控一點 就直接把它Ban掉 而且我覺得二哥會Ban的理由 還有 在對抗快攻的話 術士其實還是滿卓越的 嗯 對啊 就是 我們剛才在後台抱怨的嘛 那個什麼 沒錯 那個什麼契約 然後那個褻毒 心殘繞 包括那個是非的那個 升級吸血 對 這一 這一版本的牧師 他只要自三過 又可以什麼是非吸七點 有點做壞掉 真的 這一版本的牧師真的 那個術士真的是比較難大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 樂見的吧 就是 當你在抱怨很多個職業做壞掉的時候 嗯 那就代表其實無形中有一個平衡 平衡對不對 對 好 那第二場是由獵人對上 這個是秘密法 嗯 那剛剛這一副獵人相信大家已經 大概知道 是 T7嘛 對 就是比較 T7烈 他還是沒有到純T7 但是 近乎T7 嗯 對對對 好 那你覺得這邊 應該會 會 換掉一把弓吧 我覺得嗎 我覺得是 放狗應該也 會 換掉 我可能只會留一把弓啦 對啊 因為 你留兩把弓 打不到那麼快啊 我連貓我可能都不太想留 不留貓 我覺得貓糞糞的 對啊 對啊 如果是開頭有那個老鼠的話 貓其實是 因為我覺得他是後手 他能抓的東西其實很多 而且 你一飛提刀二飛走一個眼獸 其實也不錯 對 那這邊爆炸符文 而且我們來比對一下喔 如果你這一隻是一個 南海的話 嗯 那是不是這一隻二翼就砍下來了 對 然後你有刀 那怎麼樣也不虛嘛 也不會說 沒這個貓要走了 嗯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南海大魚貓 對 我覺得 對對對 我覺得貓是可以砍掉的 結論是 雖然這貓很可愛啦 但是打這個對局 我覺得是沒什麼用 好 那 而且貓有一個這樣的問題是說 這邊還真的第一回合 在那邊冥想 對 我覺得貓有一個問題是說 法師只要一有空就點一下 我沒空 我把你擺在那 反正你也不能幹嘛 對 就一點攻擊力而已 對對對 這已經算最好的狀況了喔 他至少有威脅到一個惡意喔 然後卡到法師的那個水文學家喔 這樣已經是最完美的 最理想的狀況了 因為二廢的話 我們從上帝視角來看 是有密法學家的 對對對 所以 這已經最完美的情況 也就這樣而已 他拿了一個法反 但這個手牌其實 有點兇欸 好 這邊 1加1應該 沒什麼問題 就射足弓去砍一下21 會打的秘密法這邊 就栽贓那個送經緣 然後下一回就秘密 然後秘密然後兩張送經緣這樣 但是 這也是太理想的狀態了 哇 欸 這邊有個分水嶺 我覺得有一部分人會走冰箱 有一部分人會走法反 這就是一個 每個人的包袱不一樣 因為你在對戰的時候 你有一些精力 你就放在身上 是 那你遇到的對手 習慣多半於怎麼做 會影響到你這一手的抉擇 因為法反的話 可能會被硬幣撤掉 對對對 那他就想先騙掉一些東西 他再來蓋真的法反 但 有一些人會覺得 這時候 獵人的視角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他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我有秘密 你還給我蓋這個 這肯定不是法反 我直接不撤 所以我覺得 就直接動物夥伴就對了 對對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考量點 就是一個心理戰術 而且我覺得二哥這邊有個問題 我們把它看得再細膩一點 剛剛是水文學家抽到法反的 第一張 那Purple這邊沒有蓋那一張 他選擇蓋他原本手上就有的那顆冰箱 那代表著這個秘密是經過選擇而蓋上去的 那基本上 是不是法反的機會 我覺得 又是不是可以拼 我覺得這東西還可以去 多加摸索這樣子 對 頭上還有一個秘密 在二哥的視角當中 有點困擾 對 因為他這個拼箱是經過 兩個秘密 然後選出來蓋上去的 沒錯 對 如果他有觀察到這個點的話 他就會覺得 就 可能剛才那個硬幣就不用白送了 然後你手上那一張法反就會直接變 沒有用的一張垃圾這樣 沒想到我們打爐石戰技還要做心理上的揣測 沒有 所以說 所以說這遊戲 基本上就是 玩的時候還是要保持一個純正的心啦 對 像我也是 一直在 你純正嗎 沒有 我已經被污化了 但我希望不要再更多人陪葬 好 這邊 繼續 秘法學家 這些秘密真的是有夠 真的是挺煩的 讓人煩人 對 那現在這個法反 基本上就蓋得很心安理的 就是 多少都會有一些功用 對 因為你在後期 你沒有硬幣可以測的情況下 我一定可以反到一些什麼 對 然後二哥這邊應該就知道 你這個是剩下剛剛選剩下的那個秘密 那我覺得 整體看上來 可能是以上定視角在解說 我覺得可以處理得再更好一點點 但是 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因為Purple也可能會覺得 你會看到我這樣做 所以我又再多走一步 我就直接蓋法反陰你 這東西是沒有結果的 我也不敢說 這個操作是有問題的還怎麼樣 對 因為 這完全取決於 今天這個選手他會怎麼做 對 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那其實他已經 空了好幾個回合 對 對 那 他的節奏也掉得很誇張了 這邊動物夥伴 哇 尷尬 這個該不該 應該就二一吧 二一 摸一下吧 對啊 最好的 情況了 可是就知道那不是法反 那現在應該對那兩顆秘密應該是很有 應該是都知道了 已經心裡有數 打不打回來是一回事 對啊 而且你現在的手牌 基本上是有點跟不太上的 那其實法師他用的爆炸符文已經傷你非常多的血量了 對 就是開局那邊嘛 對啊 五滴 那張牌真的是 其實我剛改版的時候我抱怨過那個爆炸符文 無形中 有點太強了 真的太強了 因為無形中你就被消掉 你也覺得太強了是不是 對啊 無形中已經被消掉非常多的血量了 我覺得 要給一個方向 就是 你今天要給我一個 因為今天是這樣 我已經在猜那個秘密是什麼了 那 我猜到的情況下 我還要再去躲鏡像體 所以我有時候要下最大的 還是要下最小的 是一個沒有答案的答案 那 相對來說 如果是 打盜賊 我們就知道盜賊的秘密要怎麼對付 我覺得要有一個大方向 對 當然也不是說直接告訴我要怎麼打 但 那是經過揣測跟猜測的結果 然後還要再讀二分之一 我覺得有點太強了 這個讓心理戰更加的 難 這個其實 我覺得 秘密法的這種比賽 有點難播的原因就在這 但是 因為你要以選手的角度 然後我們又知道那個秘密是什麼 對 就像剛才講那麼深之後 又好像沒講一樣 因為最後 是一個沒有對錯的答案 對 但是 我覺得只能講出來 讓大家自己去思考 對 應該說 賽品只能把 所有的可能性 全部都列出來 對對對 就是好像有講 又好像沒有講 但是逼不得已 那法師 沒問題就是 小 那個 小弟 對啊 應該是要裸 因為你沒什麼秘密啦 有秘密你也蓋得下去啊 嗯 比較需要刀 就是 傳說武器 火門 可是火門他只帶一張 然後 蠕蟲跟炎爆 蠕蟲他也帶到27 他還蠻趕的 然後這還蠻聰明的喔 他用寒冰劍去保那個21 希望多一點是一點 是啊 而且 他已經進那個 斬殺線了 嗯 所以因為他有帶那個 炎爆樹 一張 衝啊 只能打啦 只能跟他換的 但是 法師的紙張還超多 而且還有兩張雕紋嘛 但是 沒用的東西也超多啊 然後這個例外 這個不是 這是有用的那一個 嘿嘿 有用的東西 沒有東西比如說那個 逝者 麥迪文逝者 嗯 不過麥迪文逝者在現在來說 也可以啊 因為就打三點 就是 對可是他是相較之下比較 是 對已經比較溫和的 近牌了 相較與其他牌來說 因為看那個 麒倫多也是超難玩 一個4-3又卡耶娜 跟這5-5也是差不多像 也是這個也 沒有辦法去解決了 我覺得這要不要乾脆 對 可是他也沒帶照明彈 他就只能炸雞去撞掉 然後自己再撞一隻 然後丟個這個2 但你炸雞下去 就已經大概知道 你這場已經沒機會了 正常來說炸雞結場 好像真的沒在 嗯 就真的是宣告自己 你丟個5倍火球 然後送對面兩條龍 當然是這個很快就被點掉了 哇 10倍準時炎爆速 恭喜Purple2-0 目前暫居優勢 那兩套都過了 沒有我覺得這 我覺得這場對決已經超出我那個能力範圍之外了 我必須講個故事啊 嗯 每次有什麼天選之人投票 我都投Purple 你確定 對對對 真的這是真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位選手 那我已經做到這樣子 還沒辦法幫二哥開奶的話 那也沒什麼辦法了 好 你的奶我接受 但是這時候問題來了 現在有兩件事情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二哥的牌組其實還能繼續打 他其實沒有太多的烈士對戰跑掉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那個靈氣啊 那個我們又下半場那個靈氣你知道嗎 對 那個靈氣是這樣 對現在大概還是抓個五五開吧 嗯 對 五五開而已喔 大概就 沒有講多了等一下又開奶了 就不好意思了 因為最後一個是牧師 對 那我覺得 二哥這邊應該也會拿出他的牧師 我是覺得不要再衝獵人了啦 我是覺得獵人先稍作休息一下 是不是應該要拿出牧師內戰呢 牧師內戰可以 對就是拼一個五八在手 希望無窮 其實說真的啦 嗯 其實都可以啊 嗯 因為就都要過嘛 但是我覺得先熱熱手就是先內戰 因為內戰過的那個氣勢就是 對啊 我運氣比你好這種 我打回來啦 喔 朱牧師可以 你牧師一贏你就是 好 我的運氣就在你之上 待會也是一樣 喔 我看到了一張乳蟲 哇 他的流牌比較特別一點欸 對啊 他竟然 因為正常來說我們是全丟 我覺得北軍不丟合理 但我覺得他怎麼樣苦生一定要丟 嗯 就是趕快去拼五八啦 而且 嗯 Bingo掃腳算啊 但他這樣的好處就是 也許在前面趕快丟然後撞一撞 不會被瘋狂藥水 因為棋手沒人在流 對啊 你反而有時候在後面被瘋狂藥水來 然後火箭燒一波 只是缺點來了就是 他為了這苦生也少抽一張牌 因為他天生換的時候會少一張 那你後面再抽回來 就等於說 你真的要抽滿多張 你才可以補足這樣的缺點 對 好 那這邊 就是照著他的節奏 下了 北軍跟那個寫法師 二哥他起手是有留卡渣的 他有他起手是直接留 直接留卡渣 然後把其他換掉 現在看起來小烈喔 現在看起來 我們台灣二哥選手 不是台灣選手二哥 這邊小烈 尷尬 哇 這個場面其實 真的很想解掉 我覺得這邊要直接跳 可能要直接奧其奈 用 盡可能的快點把這個檯面平掉 不然 放在酒只要Purple一抽到 那就是好幾張牌的事了 沒錯 對啊 而且 我們可以從上帝試找 我們看的時候又更緊張 因為那個火箭已經在那邊虎視蛋蛋了 真的 他一直看著我 所以 好 而且這回 我覺得在空過也太浮誇了吧 卡渣更不可能 因為卡渣是這樣子喔 你待會卡渣你一定挑五費 你沒到底去挑一 對啊 那你這個五費 你現在還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你也是五費才能打 那你倒不如是非再挑 我可以多看對方一個回合他有什麼變化 嗯 就是這個邏輯是 所以這邊其實到 盤到這邊 你只有奧其奈一個選擇 嗯 好 在這邊好像打算繳了幸運幣 果然 然後當然他多做幾次確認跟 盤算是正常的 他是二哥 是沒問題的 燒線是合理的 哇 你送掉火箭一波 我覺得貼給火箭可能好一些欸 可以洗比較多嗎 嗯 這邊是貼給苦神 火箭這樣燒然後再哪一個 嗯 這邊 打算 逞級 這邊如果進還火箭不就尷尬了 哇 沒有 沒有 還 還可以 但是他是可以留 好像是 三個 三個 火箭會有兩血嘛 嗯 對吧 那 這邊要圍一解 然後苦痛也是一血嘛 嗯 這邊圍一血就編織 說真的 雖然這邊 拼拼後是有的 但是那個機率也是低啊 對啊 而且他現在 我覺得應該要燉火箭可能好一點 嗯 他現在就是準時 卡札了 嗯 沒什麼問題 但是準時卡札 輸準時拉札一點點 對 氣勢上 對 那就等他 看有沒有抽到了 會不會等一下右手來個拉札啊 這樣就不一定囉 沒關係啊 我是覺得大家 看也看過幾個月這套牌就要被砍了 喔 被砍 我自己啊 我還打算說 想說要來 不要不要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要 把目標放遠一點 嗯 對不對 我聽說你最近也是有點迷惘嗎 對 我才 拼不上去 沒有他快要被砍了 他快要被砍了 嗯 當然我是 就我來說啦 我是看得有點膩了 所以我覺得 等到被砍這時間裡也是差不多 覺得這副牌差不多了 對就是 大家也都看累了嘛 我自己只看得心很累啦 這邊可以做 撞掉然後 哇差一點喔 他可以撞掉然後血法燒一個 但那樣蘆蟲下不去 嗯 蘆蟲現在的費用太高了 他那樣會變2嘛對不對 如果是1就丟下去 變2然後血法 再 邊吃 對啊這樣就 有點可怕 邊吃拳解 那血法還可以再抽一張牌 剛才那個藥水是不是有拿到 我記得是有 抽牌嗎 我知道他第二層應該選5點傷害 他選擇 他什麼都不會講 召喚 有辦法這樣我們偷看一下嗎 召喚本賽局的兩個 嗯 然後他第一層選什麼 第一層 剛剛沒有看得很清楚 好沒關係 待會打了就知道了 對 但這邊大會快爆就是這個8要來了 對 他竟然已經抽到了 哇他選擇拿喔 嗯 他拿了0 那個0 4拿到了 4 那大哥這邊 那個二哥這邊真的有點棘手 嗯 召喚兩個跟抽兩張牌啊 但是二哥現在有個唯一希望 就是大家看到他是有帶那個強效要所的 嗯 那這個東西在內戰 基本上就是多一個round 因為 除非你真的很浮誇 58接完之後 然後什麼費輪 然後元素 那真的太浮誇了 然後30多滴 把我炸死 這樣等於說每一回合都要準時到那一些關鍵牌 對對對 那正常來說都是分大概兩回三回殺 一般的內戰來說 沒錯 那 這個東西就是多一個round 那 有沒有辦法在二哥待會可能晚一點點變身 然後用這個狗柱 是一個問號 這是他比較有機會的做法 不太知道 這個先讓他死這樣才能 抽牌 抽牌 這邊是奧琪娜耶 可惜他想 他剛才好像是想要弄老鼠的 嗯 不然他可以後拉 他先拉他就是想要活老鼠 但沒有做到 其實這樣一整天看下來啊 他們的五八真的是準耶 真的很準 你有沒有感覺到 這一場比較還好 真的嗎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平均速度都超 對 他們是選手啊 像我們那時候播那個 亞太區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 Surrender 最後一張 你看這種情況在今天就不會發生 其實大概 都還十幾張的時候 大概就湊完了 大概八九張的時候 基本上就湊完了 這邊 再進一張廢輪 有沒有你看這也來一半了 他其實他才抽十五張而已 你看 再進一張 不一 這個怎麼 莫名其妙嘛 對 這個原本都已經覺得說 對前面的劇本講的就是他那張 強效治療藥水 要做事了 對對對 我的心情現在沒有辦法平復 這個 這個怎麼 洗在一起的啊 你有沒有看到他堅定的眼神 嗯 我知道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他坐在那邊 我 對對對 我上不去的感覺 你看他待會變身完之後 可能會被爆打一輪 然後Purple這邊再生一個斬殺線 然後你這邊強效治療藥水 直接一個驚天動地 哇 這邊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擺在這個時候用的 可是 呃 我自己很不看好 是因為 你要剛好跟對方差不多快 然後你才有差這一張 但是好死不死今天剛好發生了 真的他全部都連在一起了 所以他待會可能會在 呃這個 聊天或是訪談過程中說 他就是算好這一步了 嗯 呵呵 那也是不好說啊 對啊 而且現在其實有機會反超的原因是 這邊是有廢輪的 然後這邊又有大補完 嗯 所以其實他的 他其實還可以再撐更久 對他其實是有 比較有機會去 做斬殺的 那這邊趕快洗上來 把傷害全 那個 把這邊解掉 只是這裡問題來 這邊要不要補 因為 就那個二哥的視角來說 他的壓力超大 嗯 對他的壓力超級大 就是 他怕這樣被 欸可是 對很有機會被一波 嗯 對這邊很有機會被一波 嗯 但這時候我 我又有一個論點了 假設對方爆發已經來到29滴 那待會你是不是這邊補起來 對方點一點 下一回合又要死了 就是 對下一回合嘛 下下回合啦 所以你應該怎麼樣 你應該就在這邊趁早賭沒有 因為 下下回合你也沒辦法反殺 對因為 你趁早決定之後 你的機會更大 對因為 因為你這邊補 對方下一回合打 對 下一回合就收 那你在下兩個回合之內 欸你的手牌沒有辦法把對手反殺嗎 那你就賭沒有 因為有的話你一定贏不了 嗯 那對面 喔還不錯 喔這個拿了環 欸這邊 上面 比較聽的是 正報跟廢倫 然後二哥只聽一張正報 嗯 層級搞不好也有機會 嗯 這邊來 進 哇 你這個 等一下 這個要算一下 你預言家 應該還沒 因為他只能做四張牌 然後四張牌只能打 18滴 應該是還沒 對但是 因為他的說小小水是沒有目標的 他只能 7 2 1 0 將四張牌 但他這邊只能衝一波了 不過二哥這邊給的場面壓力也是蠻高的 二哥這裡喔 基本上現在就是 你真我奪一個 一個就是 大概就在那邊一個回合 但是龍火藥水直接解決這個問題 有沒有精靈正報十分之一 我好緊張 很像 那這樣子的話又是一個分水嶺 我覺得可以苦痛去找牌了 嗯 然後順便把自己補滿 我覺得不要讓 就30滴就好 因為 待會排一早起來 然後 這個四跟這個一的差別是 我在這邊四不但可以補滿 待會那個一還可以轉化為廢輪的子彈 因為我有光輝元素 所以這邊肯定是直接丟四 就是 沒加懸念 臨四 不錯 聖光層級 好 問題來了 就是我覺得剛剛 雖然說他沒辦法找了在正報啦 但是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苦痛先抽 因為抽到任何一個法術 代表我找到正報的機會偏大 那如果我抽到正報那沒問題嘛 對啊 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剛才那個 應該先補才 然後先補然後點苦痛才對 對 然後這邊 那我們算一下二哥手 二哥待會可以打 六張牌 一定夠 30滴 二哥待會有30滴 因為六張牌就是24滴嘛 然後再加一開始的那兩滴 然後再加 乘幾這4滴 所以就是24加2加4就30 過了過了 那這邊有沒有辦法拿一個盾 來補到超過30 第一層沒有看到 而且他選 他選一費 有4點護甲值 護甲值 那這個應該就必拿了 再打一下 然後這邊開奶 這個每一下都不能miss掉 這個再奶 這個帶奶回來 我的心臟快受不了了 我好緊張喔 瘋狂藥水 先把苦痛先自閉掉 對 這樣會 他不是有加量血嗎 他是不打算 我是覺得這邊讓二哥多拿一張都很危險 對 如果他抽 他就差那個子彈呢 他就差那個子彈呢 對 進了 骰虛 再算一次齁 1 2 3 6 6章24 天生技 對30 剛好30 就這一張試試看 但是我們把問題拉回來 就是假設把這邊台面進空 嗯 聖夜牧師 我覺得這邊最好的做法是 7 2 1 就是 洗進去 因為 雖然我們是用上機早看啦 但我覺得選手視角最完美的做法就是這樣了 你要7把台面降下來嘛 你如果做補滿你也沒辦法省這6點 所以這樣應該最好 然後 以上一早看他還有機會是因為 對 Purple這邊的傷害說真的 還沒全到 心靈生效再洗進去 然後 這邊有個小細節 這個骰虛盡量把自己點掉 因為 你可能會讓對方有東西可以按 對 例如沉默之類的 然後你那兩滴基本上也打不到 就沉默或是 痛 這種東西 最後是沒有打掉 我覺得可以把自己按掉啦 我覺得 還沒還沒 這一看就知道還沒 對 因為他其實 一看就知道手上的子彈是不夠的 嗯 要向二哥這邊 001 對對對 這種小東西很夠 對 這 這才能 這才值得去算一下 1 2 3 目前二哥這邊是五張嘛 嗯 五張可以出 欸 但 抽到心靈證報了 還不用太緊張喔 因為你看 這邊如果 Purple也會怕 他這個E他想丟 丟完之後 二哥也許聖夜牧師又再大雞腿腿回來 嗯 那麼就代表 你那個光輝元素加廢倫加震爆不夠 對 在不夠的情況下 你這邊就是要不要勇敢 應該 這雙是兩個人在 互相的 差一點狀況 這樣子 這邊再奶回來 那你看待會就是 三張牌24滴 那 大亨寶這邊 兩個 大概三個法術就丟回去 嗯 這邊先把要做的事情做完 因為他好像可以痛自己 好像夠了 對 夠了 一樣是 六張牌24滴 然後 對 這樣一定夠 因為 剛才那樣算就30了 對對對 對 好 不愧是二哥 他對那個斬殺性 還是很有 敏感度的 他很有自信的 他這個臉 非常有自信的 已經早就算完了 對 或者是沉默自己也可以 對對對 應該是這樣 我剛才想說動畫怎麼怪怪的 好像少一下 沒有齁 他再兩張還有兩下 對 哇 我這邊 最後竟然剛剛有一個神抽三張 對 那個關鍵牌全部黏在那一個 擦影抽上來 大家想說沒了對不對 對啊 原本想說 這個對局前面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糟糕耶 對 基本上 呃 他算是非常少數比對方晚來 然後還贏的對局 嗯 然後也真的是那個大補完力高 對 而且 這個抽上來竟然三張關鍵牌都黏在一起 這個 大家一起去旅行嘛 嗯 哇 那這邊二哥 終於奪下第一勝 那可能自己也建立一下信心 對 那 不用急嘛 不用急嘛 對 一樣是 Purple的牧師 那你覺得拼拼紅這邊 應該要用什麼去應戰比較嗎 我覺得 我覺得剛才那個獵人真的是很陡 嗯 對啊 我覺得可能 但是術士 欸 術士可能 我覺得術士可以打 對 因為他 二哥這邊是有帶兩張三頂巨人 嗯 而且前面 可能會很難處理 前面Tommy有一場對戰嘛 那一場其實他很卡 然後最後還 當然也是隊友失誤 然後最後逆轉 可是他只要再順一點點的話 其實他是有機會輾壓不死的 因為 呃 牧師這一季我玩很兇 嗯 因為我想說 剛好趁現在狗一波嘛 然後 打到西瓜樹 基本上 有時候都被打的那個就是 前面頭就爆開了 你剛剛前面跟我說 你打到快爛掉了 不想再看到這一套牌 後面又跟我說你想要狗一下 所以最近一直玩牧師 沒有 就是最後狗一下你知道嗎 因為之後就沒得狗啦 好 就是難得不用動腦子 就玩一下這種牌組 我看 選手也很愛用啊 剛開始去對牧師有這一個認知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說牧師這一套牌 其實是需要去想的耶 呃 你要想 光是那個算那個數學 我覺得內戰是 內戰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五八就是笑稱 五八誰先來啦 但是其實 像我有跟 湯討論過這件事情 湯說 其實內戰的失誤多到不行 失誤 對就是其實 有很多我們沒有發現的小失誤 或是一些 小技巧這樣子 對 那當然 我也沒有繼續追問下去嘛 因為我當下沒有這個拿出 這個棋盤開始演練嘛 但是他特別傲慢我也不曉得 特別傲慢 對 可能想說大家都打不出來想說沒有 大家都打錯很多這樣 好那果然用了古爾丹 來去應戰Purple這邊的 卡札木 好那前面好像 看一看 兩邊都沒有什麼可以 下的 我這邊先抽一張 抽到了藥劑調配師 對於牧師來說 這樣拖的話 好像對牧師而言 滿開心的 因為你術士其實前期有滿多東西 好像是可以去抓的 但是好像都沒有抓到 像是抽牌啦 對 我覺得繼續轉吧 反正就丟個那個藥劑師嘛 對啊 趕快再來 我覺得這個對戰比較重要 就是武器或者是那個 522的那個號召 因為你要盡可能讓你的末日 會在無損的情況下進場 嗯 那個才是真正的壓力來源 嗯 對啊 還有如果進了山領巨輪 也可以去減一些費用 好這邊果然藥劑調配師 不過也還好 他算是至少找到這張5費 不然其實他的那個 節奏還會再繼續慢下來 這張522真的是滿重點的一張牌 嗯 他可以拉出什麼 喔 石頭立方怪 那其實 這邊應該可以跳了啦 我覺得可以跳一個那個 因為你的5其實很重啊 果然幸運幣加上狐蟲 狐蟲這邊等一下是不是可以去做一個 康哥 這邊嘛 你說待會直接西瓜吞一個喔 看他拉出什麼 我覺得5面更好 5面嗎 如果進5面的話 因為他這樣要盡快那個 對 那普通要先去 開嗎 這邊進什麼惡魔會最好 這邊嗎 對啊 肯定是要叫末日的啊 可是現在就一半一半 末日 對 那是不是應該要打左邊的聖閻牧師 然後如果叫到末日守衛的話 你說可以直接撞掉是不是 對 喔 運氣不錯 末日守衛 那5面好 其實這蓋那個很難 就是 你如果叫到是這個 這個虛無領主是不是 對 超廢 對 因為對牧師來說 他根本不在乎你場上的那個三九 對 然後其實你剛才其實可以 污蔑一個2 這樣叫兩次 一定叫得到末日 沒錯 然後再接西瓜 然後把它炸回來 不過這邊龍虎藥水直接解掉 也是最棒的狀況 我覺得不擠了 因為 你待會10就是一個很大壓力 對啊 但是 你現在已經6了 就慢慢打吧 而且剛才其實有一個 可以說是 考量點就是 你剛才其實各叫兩隻2-2 那待會死光 你就一定拉得到末日守衛 然後轉回來 你就可以做西瓜 然後把西瓜直接炸掉 喔 等於說你這個combo 越做越大 但是也比較貪 這樣就穩定可以多死很多隻 只可惜又怕那個尖嚇 對 就唯一就差在那一招 沒錯 那這邊也正尷尬 因為 末日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要拚末日 但我是肯定不敢 你這邊在拚末日是不是有點 就不要掉DK都還好 嗯 但就你敢不敢而已 欸 還不錯不錯還好你沒拚 打得好 天啊 真的有一個靈氣在欸 我覺得 對他這個 那個浪二追三 就是那個下午靈氣嘛 而且蒲蟲還得 蒲蟲也來了 勉強接受 但這個蒲蟲要不要下午 我覺得待會是一個問號 嗯 因為你要想這蒲蟲一定會拉到領主了 那領主會不會被痛掉之後 然後一大堆藍胖 待會把那個 莫日所謂的位置 場面鋪滿 對對對卡住 最討厭這種狀況了 對對對我覺得 如果打快攻而言的話 當然啦當然好 超棒的 但因為現在是在打牧師 我覺得要戳一下看一下 我覺得現在 欸 這個對戰現在有點膠著 但我覺得就是把西瓜當個爆發就好 嗯 你就西瓜加那個契約 就這兩張牌是一個爆發 這樣就好了 好這邊死影纏繞 想要先抽一張看看 靈魂紅希 好這邊還是果斷想要下蒲蟲嗎 嗯 嗯 這邊下蒲蟲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剛才提到那樣 就是怕解掉之後 然後一堆藍胖把你沾著 嗯 其他都還好 了解 因為你那個死一定要一堆那個啊 欸他就直接這樣硬拉嗎 想要黑暗契約直接拉上來 哇這個跟我的理解有點出路了 你為什麼是直接拉上來呢 他拉上來好處就是 他覺得你這邊要解就不好解 他的長期速度是很可觀的 嗯 但缺點就是你捨棄了 你那個西瓜加一個 一費的那個combo 嗯 但我有點 不是很確定就是他那個四費的那個 吸血法術 有沒有已經升到超過六血 也許可以做一個五加四一樣有一個combo存在 對啊 也許還不錯 因為這個長期傷害是很可觀的啦 不得不承認 對 要輪到 看得出來就是 他這一首的選擇 看得出來他在考量跟計算什麼 嗯 對對對 其實他的計算是非常 正密 嗯就是 這麼多的可能性 沒有一個對或錯啦我覺得 不過他大概是把每一種 每一種可能性都算出來 對他可能考慮得比較 倒手或者是 呃 剛才其實我的想法有一點酥肉是 就是我忘記那個四費那張法術 是不是已經升到很高了 嗯 好像蠻高的 因為他好像丟了兩個蠟燭嘛 就已經燙自己兩次了嘛對不對 嗯 然後 後面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在丟 但是他現在有地獄烈 要做也是能做的 這邊又抽了一張巨人 這邊有個重點 他把那個尖笑逼掉差很多 因為正常來說 我變身完之後你尖笑 那我會 我可能就 Lag一段時間 真的很痛苦 對 那段過渡期會很痛苦 但他這邊如果 逼掉了這個尖笑 他變身完之後西瓜直接爆發 嗯 就這麼簡單 咦 這邊是 複製了 巨人 因為如果複製三九的話 更有可能就是跑出很多 他待會兒比較好抽 或者是 呃 他還想到可能會被洗進去 那還有一個比較可惜的一次 他前面有其實是 最理想的就是複製那個啊 末日 對啊 只是末日那邊直接被龍水丟丟丟完了這樣 那這邊果然逼出一間笑 這邊要到了喔 OKOK 再一張巨人 兩張丟上去 老天爺啊 而且他剛剛的那個領主啊 深淵領主 不是 呃這個叫做 好不重要 反正就那張領主他是被洗進去的嘛 你說虛無領主 虛無領主 虛無領主是不是 他是被洗進去的 所以 剛剛前面提到那個站位子的問題也是 沒有的 好那這邊 很棒 又抽到一張山頂巨人 我覺得可以先丟一張E看看 嗯 我等一下下去一定要跟 二哥握右手 不是要擁抱一下喔 沒有我要他的右手 你要把他拿個巨子鋸下來是不是 這個右手我覺得可以 喂 這邊再抽一張 我覺得先一可能 嗯 這邊再造成傷害 OK還好還好 對這張沒什麼 在這個對局來說沒有什麼 那剛才那個口誤的就是 他現在應該是升級兩次應該是 七點了嗎 還是五點 你說那個強化過的 對 因為我要 有點忘記就是 剛剛他那個是不是一開始 就在手上開始 開始在升級這樣子 哇那這邊牧師他是沒有這個 零費天真劑打的算是很痛苦的喔 因為他的拉閘沒有到 好BAN了 哇這個古爾丹 好BAN 準時時費變身 作弊的古爾丹 兩隻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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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來說不夠 但這把牧師很卡 所以還夠 那如果下一把拿到DK呢 那就不好說 那就不好說 那這老鼠肯定耶 可是現在要撐真的很難啊 如果這邊進來一張拉閘的話也不好撐 不過這邊如果要解他的話 把所有的子彈都要消耗掉了 對 你就算待會兒你這邊解完了 你全丟了嘛 然後你進拉閘 也沒有辦法一直丟 那這個重點就是回到前面就是 他那張仙效被B掉 如果他還在的話 那反而二哥這邊要盪擊 對 二哥可能就只能賭說 好木日所謂然後西瓜不被沈沒這種的 但今天他前面成功利用了巨人去B掉了 而且其實他複製巨人然後 再抽回來他的那個算計也是蠻漂亮的 因為他知道沒有龍水 你要就是把我全部放回套牌裡面 對啊 但是把我全部放回套牌裡面 對你現在的狀況於事無補啊 對 沒錯 所以他其實算計的算是 這個巨人到底為什麼每一回合都可以抽到 沒有 待會就是可以 就是 你可以問個二哥說 這個巨人沒有三張怎麼辦 上廁所到底有沒有吸收 哇 這邊 直接 好強喔 直接不演了 這個右手 可以 只要不要氣到那個小西瓜都還蠻OK的 對啊 那PURPLE這邊真的非常苦惱 對 看他的身心 其實我們這個不是偏埔喔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想看最後一把 對不對 這個真的很精彩我覺得 把這邊硬結結到 對 這邊一定要硬結 哇 那這樣子應該就是 哇 這邊西瓜 你可以撞掉西瓜吃掉 對 這個是一個COMBO 最直接的 但地獄鏈也可以啦 都可以啦 直接也可以啦 因為你還有天真劑 都可以 黑暗契約 這邊跑出了兩個 哇 哇 進到最後一把 真的 這個對局竟然搬回來了 打到2比2 但是我覺得 2哥這邊 好爽的喝了一口水 真的啊 他兩次 其實兩次的開局看 都覺得他要輸了耶 嗯 真的 就是前面那個牧師嘛 然後剛才這個開局也是 沒有522跟那一張巨人的 對 然後後面準時花雷了幾張這樣子 沒錯 而且重點是後面幾把幾乎每一首都山林巨人 直接上來 但是這時候就 要提醒一下就是也別高興的太早 因為我覺得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獵人 很堪憂 對 有點扛不開住啊 嗯 他算是比較先進的打法 他 我覺得他帶這個獵人的 思想跟理解是想要抓 秘密法 嗯 跟 盜賊 沒錯 因為這 他這麼打臉 其實 就像前面 有看過就是秘密法去打到快攻的情況下 其實很尷尬 非常尷尬 那個法反掛著然後頭就爆了對不對 對 然後你 不管出什麼都會被 counter掉 對 然後盜賊就是以往我們 盜賊就是最不能扛快的那個弱女子 那 今天剛好Purple沒有 沒有 這個使用盜賊 然後秘密法前面那一局 因為二哥很卡的關係 又讓他過關了 那 現在二哥 算是 也回來兩把嘛 那我覺得這就 值得一瓶 因為 其實 這個牧師的抗快能力開局 上下先很高 不好說 嗯 就看他有沒有進到他 像是 如果打獵人這個對局的話 進到什麼 哪一些牌是很重要的 那個瘋狂藥水 然後火沾絲 對火沾絲燒一個 然後奧皇跟卡札吧 就是配一套那個 對 奧琪那一家那個 環 然後卡札克斯挑個一費五費都行 嗯 但正常挑一費就好 因為 夠用就好 基本上就是 小型AOE 什麼龍水的跟尖孝都還不要管 嗯 就小型AOE就好 他鞭癡 鞭癡也可以 對 但鞭癡比較建議是火沾絲 或是 寫法師做一個掩護 這邊 抽到火沾絲 欸他直接按了嗎 真的嗎 還沒還沒還沒 但我覺得 我自己 我自己是 只會留火沾絲啦 那下面的話我是 哇他直接留這個乳蟲喔 那我還真的不敢說 因為 有點放手一搏的感覺 我不知道 對方有沒有這麼多怪給你撞 也不知道對方會不會解你解那麼兇 因為 你這個E3這種 小朋友 基本上 有點容易被放著 對於他來說 就沒有差啊 你就待在那吧 有機會 這邊加孔狼首領不知道 然後這就標準動作 就是那個派奇的擺位 稍微想一下 還有放狗 對 沒錯 這邊是擺右邊是OK的 這邊是擺右邊是OK的 緊了一張盾 那我覺得可能要 然後 丟元素加盾了吧 元素 最難處理就這樣 光輝元素加盾 這個層級 我是覺得不急耶 因為你這邊要想個問題 就是那個火箭師 加層級 我現在層級也就是省一點血而已 但 我待會火箭師加層級 那多一下 而且是解掉場面上的 可能會是關鍵啊 對 但是 層級要在這邊丟不會太糟糕的原因 是因為你那個2-3也許 只要站住腳就可以一直撞 對只是 就是 我自己會想留給火箭師 因為 這個對戰真的太欠考了 那這樣的話層級可以丟了 因為它有這個 還有瘋狂藥水 有另外一個東西來了 不然剛才那個真的是不好說 也是高端啦 也是高端啦 剛剛講的東西 它已經來了三分之二 有沒有感覺 有有有 這也是它拉閘已經 到了 然後加上一個可以counter的火箭師 我覺得這可能要啃掉 我覺得這可能要直接啃掉 哇 擊殺命令用在這個地方其實 還可以 那最後收頭的手段呢 但它最後收頭比較像是那種 以前有一張那個3-4-3無法指定 它是完全來打牧師 是可以它沒有打 那個鯊魚熊 對 那現在它就算少了一張擊殺 還是比較傾向於檯面輸出 只是 會不會那麼順利就不好說 對耶 就真的是難度 對耶 其實這個 比賽中 牧師每一個人都帶 但為什麼不 不考慮鯊魚熊這張牌呢 因為理解上它不夠穩定 而且牧師其實在三回的時候 會做一個硬對就是3-3對看 然後獵人這時候如果沒有相對應的話 就會比較尷尬 而且 就可能會很容易就被場上的生物 對 有一個缺點就是 雖然說有它 那個勝率會提升 嗯 但是提升可能是 10幾% 就是沒有來的想像中的那麼恐怖 沒錯 那如果夠恐怖的話就代表說我可以 去針對牧師 但我覺得針對牧師這件事情 在現在這版本來說吃力不討好 嗯 因為牧師真的有點強 對那就是它要過就讓它過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反而去針對其他的套牌會比較好 好那這邊 哇這邊5-8又到了 但是5-8在對抗快攻的情況下沒有特別的 強悍 嗯 倒是能不能把它的場面解乾淨 對 好像就是一個問題 對 Hold住啊 要Hold住 因為它絕對沒有辦法跟你打後期的啊 對 但是我覺得這把牧師的手法還不錯 嗯 而且重點是它解的也解的很不錯 都有跟上了 對啊 這個5費拉閘準時出 喔 喔 喔 誰跟上呢 那這邊有點難了 他可能會架那個5-5嘛 然後想說要防那個龍水嘛 對 第一直覺 嗯 然後也不想要被你5-5開掉 但 他要不要想那張那個死的問題 就是 上帝視角的問題 但他可能覺得被死還在遊戲裡面 被龍水直接淘汰出局 比龍水好吧 但是 這時候要冷靜一下 假設龍水那隻5-5也貼下來 龍水是不是穩輸 對 那這邊進的是龍水 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龍水都是全空 那你要不要乾脆丟一個那個 去打穩 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龍 我覺得就這邊沒進龍水也是超烈 也是死然後老鼠這樣 對啊 對啊也是超烈 基本上因為前期解的太好了 嗯 那你後期要打這個 對戰的話 非常吃力啊 應該說這個對戰就是 不好打 這邊其實 就是 還有機會啦 還有機會 還有 他還有炸雞啊 對啊還有炸雞 你看那邊剛剛補到9滴嘛 對不對 然後炸雞就衝出來了嘛 我什麼都不會講 慌張的老鼠 我們可萬無從 這樣差不多是打不過去的 如果剛那個情況的話 不行 因為要兩張牌 擊殺命令 對 對 但是沒辦法 哇 那這個會完完全全被 吃掉 以剛才的劇本來看啦 就是 撕完然後丟一個怪 然後撞掉一隻 然後這邊變身 然後55被吃了 就是 差不多 長這個樣子 但沒辦法 對方的禁牌 完全Counter你的時候 對 而且 我現在趕快幫自己補一下血有沒有 而且他那個靈魂編織會吸更多啦 對啊 這就比較沒辦法 因為這個對戰要贏 真的就是 前期真的要把握住那個 攻勢 但我覺得這一點很可惜是 二哥這幾把那個刺喉龍 都沒有很準時二回進場 我倒是沒有看過 有來過 有來過然後被那個爆炸符炸掉 你記得嗎 跟炸雞一起進場那時候 對 但是 那個 直接被炸掉了 完全 如果他前面一回可以那個 那個什麼松鼠對不對 113 嗯 然後直接刺紅刺上去 那其實 那個壓力馬上升兩個檔次 但只可惜今天這三把都沒有看到那個刺紅的完美發揮 是 對這一點還是 滿可惜的 但基本上獵人要打牧師真的是 你覺得 就 我覺得就是 一定要快 你打德魯伊如果慢下來的話 沒錯 基本上就沒什麼機會了 而且這個德魯伊他是比較後期的 他是種菜的 對所以不要扯到種後期喔 他前期可能就是 而且他是比較純菜的那種 出之帥 好 這邊是先 沒什麼問題 這該不會是二哥的作戰法則 開局先燒一條線 感覺一下 這他當初教我的 他說我先燒到看感覺一下那個緊張的程度 對 對 那先想一下後兩個回合 沒有燒線啊 這次不燒 就是又一個更深層的心理戰術 你以為我會燒是不是 對這樣子 想的美 我是你能猜透的嗎 當初我們二哥最著名的那個戰績 大概就是連續三次出國吧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情還有沒有印象 就是 那時候其實印象還蠻深刻的 對 我們 我們 現在的打法就是 每一季都會有選手出國嘛 然後那一季 二哥好像出去了三次 對 然後什麼 國評 國評得第一 對 就各種 然後我們 我們這幾個 這個親友團嘛 就一直吃他這個 帶回來的這個獎金的這個大餐 好像蠻棒的啊 對對對 所以他贏我們也是樂在其中啦 是 那這邊的話 會 一加一嗎 我覺得二可能好一點耶 而原因是這樣 就是 你這個套牌 因為以往啦 我們中速烈壓對戰得魯伊是超級好打的 嗯 那我會希望 你這個E也就是讓你這個E3省一血而已 對 那你倒不如後面有機會 什麼3加1 4加1 喔 就是把那個tempo再打滿一點點 對 而且 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曲線其實 蠻 不平衡的 所以他如果把這樣的E留下來 其實我覺得能搭配到火花其實超多 可是 二哥好像站在我這邊 那也可以好不好 那也可以 對他是打1加1 那就希望他後面可以再 抽個二費吧 那 補回一個2加2的節奏 對 就可能第四回合的時候 會比較擔憂一點 抽個恐龍啦 對之類的 好那 喔 這邊 是先動物夥伴還是先南海船長 我覺得有點尷尬 我覺得剛才如果2這邊就3然後3E這樣 喔 比較沒有問題啦 但 他這樣的好處是有的就是 節奏更兇悍一點 對 因為E3這種東西只要一訓拳者 或是他應該有帶刺猴龍吧 應該是會帶 對他帶兩張 對啊 這種三血只要保持好 然後buff上去 哇那德魯伊真的頭是痛到不行 因為其實德魯伊也沒什麼結場的卡 對沒錯 他頂多就是可能散播瘟疫 或者是變身 去擋那幾 拖拖台費 治標不治本嘛 都沒了對不對 對啊 原本想說 這個對局前面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糟糕了耶 對基本上 他算是非常少數比對方晚來然後還贏的對局 然後也真的是那個大補完力高 對而且這個抽上來竟然三張關鍵牌都黏在一起 對就是大家一起去旅行嘛 嗯 哇那這邊二哥 終於奪下第一勝 那可能自己也建立一下信心 對那接下來 不用急嘛 對一樣是Purple的牧師 那你覺得拼拼紅這邊應該要用什麼去應戰比較嗎 我覺得 我覺得剛才那個獵人真的是很陡 嗯 對啊我覺得可能 但是術士 欸術士可能 我覺得術士可以打 對我覺得術士可以打 因為他二哥這邊是有帶兩張三頂鋸 嗯 可能會很難處理 前面Tommy有一場對戰嘛 那一場其實他很卡然後最後還 當然也是隊友失誤然後最後逆轉 可是他只要再順一點點的話 其實他是有機會碰壓牧師的 因為牧師這一季我玩很兇 因為我想說剛好趁現在狗一波嘛 然後打到西瓜樹基本上 有時候都被打的那個就是前面頭就爆開了 你剛剛前面跟我說你打到快爛掉了 不想再看到這一套牌 後面又跟我說你想要狗一下 所以最近一直玩牧師 沒有沒有就是最後狗一下你知道嗎 因為之後就沒得狗啦 好 就是難得不用動腦子 就玩一下這種牌子 我看選手也很愛用啊 剛開始去對牧師有這一個認知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說牧師這一套牌 其實是需要去想的耶 你要想 光是那個算那個數學 我覺得內戰是 內戰可能大家都會覺得五八 就是笑稱五八誰先來 但是其實 像我有跟Tom討論過這件事情 Tom說其實內戰的失誤多到不行 失誤 就是其實有很多我們沒有發現的小失誤 或是一些小技巧這樣子 對 那當然 我也沒有繼續追問下去嘛 因為我當下沒有這個拿出 這個棋盤開始演練嘛 但是不是他特別傲慢我也不曉得 特別傲慢 對對對 可能想說大家都打不出來想說 沒有大家都打錯很多這樣 好那果然用了古爾丹 來去應戰PURPLE這邊的卡札木 好那前面好像看一看 兩邊都沒有什麼可以 下的 我這邊先抽一張 抽到了藥劑調配師 對於牧師來說這樣拖的話 好像對牧師而言 蠻 過了所謂然後西瓜不被沈沒這種的 沒錯 但今天他前面成功利用了巨人去B調了 而且其實他複製巨人然後 再抽回來他的那個算計也是蠻漂亮的 因為他知道沒有龍水 你要就是把我全部放回套牌裡面 對啊但是把我全部放回套牌裡面 對你現在的狀況於事無補啊 對沒錯 所以他其實算計的算是 這個巨人到底為什麼每一回合都可以抽到 沒有待會就是可以 就是 你可以問個二哥說 這個巨人沒有三張怎麼辦 上廁所到底有沒有吸收 哇這邊 直接不演了 這個右手 可以 只要不要氣到那個小西瓜都還蠻OK的 對啊 papo這邊真的非常苦惱耶 看他的生氣 而且其實我們這個不是偏補了 你知道因為我們想看最後一把 對對不對 這個真的很精彩我覺得 把這邊硬結結到 對這邊一定要硬結 欸 哇 那這樣子應該就是 這邊西瓜 你可以撞掉 西瓜吃掉 褻毒 然後扯掉西瓜 撞過去 對 這個是一個combo 最直接的 但地獄鏈也可以啦 都可以啦 直接也可以啦 因為你還有天真劑 都可以 黑暗契約 跑出了兩個 要進得到最後一把 真的 這個對局竟然搬回來了 打到2比2 但是我覺得 二哥這邊好爽的喝了一口水 真的啊 他兩次 其實兩次的開局看 都覺得他要輸了耶 真的 就是前面那個牧師嘛 然後剛才這個開局也是 沒有522跟那一張巨人的 對 然後後面準時花雷了幾張這樣子 沒錯 而且重點是後面幾把幾乎每一手 都山林巨人直接上來 但是這時候就 要提醒一下就是也別高興的太早 因為我覺得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獵人 很堪憂 對 有點扛不開住啊 他算是比較先進的打法 他 我覺得他帶這個獵人的思想跟理解 是想要抓秘密法 跟 盜賊 沒錯 因為他這麼打臉 其實 就像前面 有看過就是秘密法去打到快攻的情況下 其實很尷尬 非常尷尬 那個法反掛著然後圖就爆了對不對 然後你 不管出什麼都會被 counter掉 然後盜賊就是以往我們 盜賊就是最不能扛快的那個弱女子 那今天剛好Purple沒有 沒有這個使用盜賊 然後秘密法前面那一局 因為二哥很卡的關係 又讓他過關了 那現在二哥算是 也回來兩把嘛 那我覺得這就值得一瓶 因為其實這個牧師的抗快能力開局 上下先很高不好說 嗯 就看他有沒有進到他 對 一直在保持著我自己 你純正嗎 沒有我已經被誤化了 但我希望不要再更多人陪葬 好這邊 繼續 秘法學家 這些秘密真的是有夠 真的是挺煩的 讓人煩人 對那現在這個法反 基本上就蓋得很心安理的 就是 多少都會有一些功用 對 對因為你在後期 你沒有硬幣可以測的情況下 我一定可以反到一些什麼 對然後二哥這邊應該又知道 喔你這個是剩下 剛剛選剩下的那個秘密 那我覺得 整體看上來 可能是以上帝視角在解說 我覺得可以處理得再更好一點點 但是 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因為Purple也可能會覺得 你會看到我這樣做 所以我又再多走一步 我就直接蓋法板因你 這東西是沒有結果的 我也不敢說 這個操作是有問題的 還怎麼樣 對因為 這完全取決於 今天這個選手他會怎麼做 對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那其實他已經 空了好幾個回合 對 對那 他的節奏也掉得很誇張了 這邊動物夥伴 看 哇 尷尬 這個該不該 應該就二一吧 二一 摸一下吧 對啊最好的 情況了 可是就知道那不是法反 那現在應該對那兩顆秘密應該是很有 應該是都知道了 嗯 但是都知道了 心裡有數 打不打回來是一回事 而且你現在的手牌 基本上是有點跟不太上的 那其實法師他用的爆炸符文已經傷你非常多的血量 對就是開局那邊嘛 對啊 那張牌真的是 其實我剛改版的時候我抱怨過那個爆炸符文 有點太強了 我覺得 真的太強了 因為五行中你就被消掉 你也覺得太強了是不是 對啊 五行中已經被消掉非常多的血量了 我覺得 要給一個方向 嗯 就是 你今天要給我一個 因為今天是這樣 我已經在猜那個秘密是什麼了 那 我猜到的情況下我還要再去躲進象體 所以我有時候要下最大的還是要下最小 是一個沒有答案的答案 那 相對來說啊如果是 打盜賊我們就知道盜賊的秘密要怎麼對付 我覺得要有一個大方向 嗯 對 當然也不是說直接告訴我要怎麼打 但 那是經過揣測跟猜測的結果 然後還要再讀二分之一我覺得有點太強了 這個讓心理戰更加的 就這個其實 我覺得秘密法的這種比賽有點難播的原因就在這 但是 因為你沒有 你要以選手的角度 然後我們又知道那個秘密是什麼 對 就像剛才講那麼深之後 嗯 那待會死光你就一定落得到末日首位 然後轉回來 你就可以做西瓜 然後把西瓜直接炸掉 哦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是 等於說你這個combo越做越大 但是也比較貪 對這樣就穩定可以多死很多隻 只可惜又怕那個尖效 嗯 對就唯一就差在那一招 沒錯 哇那這邊一陣尷尬 因為末日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想要拚末日 但我是肯定不敢 你這邊在拚末日是不是有點 就不要掉DK都還好 但就你敢不敢而已 欸 還不錯不錯還好你沒拚打得好 天啊 真的有一個靈氣在欸我覺得 他這個 那個浪二追三 就是那個下午靈氣嘛 而且蒲蟲還得 那個蒲蟲也來了 勉強接受啊 但這個蒲蟲要不要下午 我覺得待會是一個問號 嗯 因為你要想這蒲蟲一定會拉到領主了 那領主會不會被痛掉之後 然後一大堆藍胖 然後待會把那個 蒲蟲的位置 場面鋪滿 對對對卡住 最討厭這種狀況 對對對 我覺得 如果打快攻而言的話 當然啦 那就超棒的 但因為現在是在打牧師 我覺得要戳一下看一下 我覺得現在 這個對戰現在有點膠著 但我覺得就是把西瓜當個爆發就好 你就西瓜加那個契約 所以就這兩張牌是一個爆發 這樣就好了 好 這邊死影纏繞 想要先抽一張看看 靈魂紅希 好 這邊還是果斷想要下蒲蟲嗎 這邊下蒲蟲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剛才提到那樣 就是怕解掉之後 然後一堆藍胖把你沾著 其他都還好 了解 對 因為你那個死一定要一堆那個 他要直接這樣硬拉嗎 想要黑暗契約直接拉上來 這個跟我的理解有點出路了 為什麼是直接拉上來呢 他拉上來好處就是 他覺得你這邊要解就不好解 他的長期輸出是很可觀的 但缺點也就是你捨棄了 你那個西瓜加一個一費的那個combo 對 但我有點不是很確定就是 他那個四費的那個吸血法術 有沒有已經升到超過六血 也許可以做一個五加四一樣 有一個combo存在 對啊 對 也許還不錯 因為這個長期傷害是很可觀的啦 不得不承認 對 看得出來就是 他這一首的選擇 看得出來他在 考量跟計算什麼 對 其實他的計算是非常 正密的 就是 沒有一個對或錯啦 我覺得 不過他大概是把每一種 好像可以 這邊最好應該奧克吧 對 李奧克 然後直接buff上去 這個也還可以 是米莎 雖然就他的視角來說 他可能很慌 就是 待會可能會被揮擊懲罰什麼的 但 還好 因為這邊最好是李奧克嘛 然後珠珠當然就是 一直以來都是 算是好的選項之一 沒錯 那我覺得他這邊 叫出這個也不會太尷尬 因為 今天Purple的手牌長這個樣子 對 而且但是這個點在於說 等一下第五回合 那Purple這邊是有扣幸運幣的 那會不會來個 散播瘟疫 你說待會嗎 對 那就要看他那個右手給不給力 二哥這邊可能要思考一下 對他有在防 他有在思考這個 他有在想說 是不是要去跟他換 那這邊 好好的想一想 一陣沉思 我是覺得可以躲 因為多兩隻E在現在 我這樣分析好了 如果奧克的話 我覺得那你拚吧 但是如果是這個四四的話 那好像沒什麼用 那就可以躲一下 對 不然其實多兩隻E5 真的是滿麻煩的 那現在二哥比較希望那個 喔來了 正在講他 這個 對 如果這邊的話 坑道如蟲 可以順利下這個如蟲 順利下是一定可以下 只是 要怎麼去 對 要損失多少東西 因為兩個E3的野獸 就撞個33 感覺是超虧 沒錯 他可以這樣啦 把兩個23吃掉 然後那個就變五飛 就是刀加兩個E3嘛 然後撞左 然後穿長撞右 也可以 就是留一個33給對面 然後就可以丟了 欸你好像要考慮 要送掉 欸沒有欸 那我覺得要嘛也是 欸 哇生氣了嗎 生氣什麼 不過我覺得這一點還蠻酷 就是Purple他的這個菜德 嗯 他帶兩張馬 欸對對 對他是帶 對他是帶 嗯他帶兩張馬 對 我覺得帶馬的好處就是 六飛那個三波瘟疫完之後 戰馬騎一個啊 嗯那那真的就很難 很厲害嘛 但是沒達到的話也是 拆開也還可以 但不是很樂見 哇這個 這個 解掉之後 這邊可能會損失一些東西 整個場面會被拉回去 卡閘更不可能 因為卡閘是這樣子喔 你待會卡閘你一定挑五飛 你沒到底去挑一 對啊 那你這個五飛 你現在還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你也是五飛才能打 那你倒不如是非再挑 我可以多看對方一個回合他有什麼變化 嗯就是這個邏輯是 這邊其實到 這 盤到這邊 你只有奧奇奈一個選擇 嗯 那這邊好像打算繳了幸運幣 果然 完工喔 那當然他多做幾次確認跟 盤算是可 是正常的 他是二哥 對對對 是沒問題的 燒線是合理的 哇 你送掉火毯一波 我覺得貼給火毯可能好一些 可以耶 可以洗比較多嗎 嗯 這邊是貼給苦生 火毯這樣燒 然後再哪一個 這邊 打算 乘擊 這邊如果進還火毯不就尷尬了 哇 沒有 還 還可以 可以留好像是三個 火毯會有涼血嘛 嗯 對吧 那 這邊要圍一劫 然後苦痛也是一血嘛 嗯 這邊圍一劫就編織 說真的 雖然這邊拼拼後是有的 嗯 但是那個機率也是低啊 對啊 而且他現在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燉火毯可能好一點 嗯 他現在就是準時 卡札了 沒什麼問題 但是準時卡札 輸準時拉札一點點 對 氣勢上 對 那就等他看有沒有抽到了 會不會等一下右手來個拉閘 這樣就不一定囉 沒關係啊 我是覺得大家看也看過幾個月這套牌就要被砍了 被砍 我自己啊 我還打算說 想說要來做一部 不要不要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要把目標放遠一點 嗯 對不對 我聽說你最近也是有點迷惘嗎 對 我在拼不上去 沒有他快要被砍了 他快要被砍了 嗯 當然我是 就我來說啦 我是看得有點膩了 所以我覺得等到被砍這時間裡也是差不多 我覺得這副牌差不多了 對就是 大家也都看累了嘛 我自己只看得心很累啦 這邊可以做撞掉然後 差一點喔 他可以撞掉然後血法燒一個 但那樣蘆蟲下不去 我想想 嗯 蘆蟲現在 的費用太高了 他那樣會變二嘛對不對 如果是一就丟下去 對啊 變二然後血法 再 邊吃 對啊這樣就 有點困難 邊吃拳解 那血法還可以再抽一張牌 剛才那個藥水是不是有然後 我記得是有 然後這就標準動作 就是那個派奇的擺位稍微想一下 還有放狗 嗯 沒錯 這邊是把右邊是OK的 緊了一張 盾 那我覺得可能要 丟元素加盾了吧 元素 最難處理就這樣 光輝元素加盾 這個層級 我是覺得不急耶 因為你這邊要想個問題就是那個火詹師 加成績 我現在成績也就是省一點血而已 但我待會火詹師加成績那多一下 而且是解掉場面上的 可能會是關鍵啊 對 但是 對 關鍵 成績要在這邊丟不會太糟糕的原因 是因為你那個二三也許 只要站住腳就可以一直撞 對 只是 我自己會想留給火詹師 因為這個對戰真的太欠考了 那這樣的話成績可以丟了 因為他有這個 他有瘋狂掉水 有另外一個東西來了 不然剛才那個真的是不好說 也是高端啦 也是高端啦 剛剛講的東西他已經來了三分之二 有沒有感覺 有有有 這也是他拉閘已經到了 然後加上一個可以counter的火詹師 我覺得這可能要啃掉 我覺得這可能要直接啃掉 哇 其實他命令用在這個地方其實 還可以 對 那最後收頭的手段呢 但他最後收頭比較像是那種 以前有一張那個三四三無法指定 他是完全來打牧師 只可以他沒有打 那個鯊魚熊 對 那現在他就算少了一張擊殺 還是比較傾向於檯面輸出 只是 會不會那麼順利就不好說 對 就真的是難度 對 其實這個 比賽中 牧師每一個人都帶 但 為什麼不 不考慮鯊魚熊這張牌呢 因為理解上他不夠穩定 而且牧師其實在三回的時候 會做一個應對就是三三對抗 然後獵人這時候如果沒有相對應的話 就會比較尷尬 而且 就可能會很容易就被場上的生物 對 有一個缺點就是 雖然說有他那個勝率會提升 但是提升可能是 十幾趴 就是沒有來的想像中的那麼恐怖 那如果夠恐怖的話就代表說我可以 去針對牧師 但我覺得針對牧師這件事情 在現在這版本來說吃力不討好 因為牧師真的有點強 對 那就是他要過就讓他過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反而去針對其他的套牌會比較好 好 那這邊 哇 這邊58又到了 但是58在對抗快攻的情況下 沒有特別的 強悍 嗯 倒是能不能把他的場面解乾淨 好像就是一個問題 對 Hold住啊 要Hold住 然後兩個4E撞15 然後放狗 但這樣闖光的話 到16了 這樣好像還有 五點攻擊力吧 還有五點可以踢到臉上去吧 如果沒算錯的話 可是問題是要死啦 這邊問題是要死的 因為他的血量已經剩16滴了 左邊那三隻攻擊太高了 左邊那三隻加起來就已經16了 對對對 對啊 就沒辦法了 哇 哇 真的 好了啦 這真的不好說 對 他真的覺得 好 就到這邊吧 但因為我跟二哥有革命情感 所以自然就是 就是比較敢開玩笑一點這樣子 了解 對 那這邊 好 希望待會可以看到我們的Ban Peek 嗯 對 最重要的 剛剛 剛剛沒有看到那個Ban Peek的部分 對 但是我覺得二哥的這次的帶牌啊 像這個蔡德過其實也還好 因為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被Ban慕斯啦 因為慕斯打DW就長那個樣子 今年已經發生過好幾百次了 對啊 對啊 那給這DW過那裡就給過吧 而且 你的術士應該也不太好打 你唯一好打可能是這個快攻勝 但快攻勝 但到底有沒有去Ban掉 你玩得很多對不對 快攻勝你OK我們看到了 對 我玩得滿多的 對 我玩得滿多的 一邊是盛棋是被Ban 對 因為我想說這個盛棋應該不可能放出來 對 對 對 太難打了 然後一邊被Ban的是術士 術士 對 因為他這個術士是那個 比較後期的有恩若司的術士 可能會比較 場面會比較難控一點 就直接把它Ban掉 而且我覺得二哥會Ban的理由還有 他有在對抗快攻的話 術士其實還是滿卓越的 對啊 就是我們剛才在後台抱怨的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契約 然後那個褻毒 心殘繞 包括那個是非的那個 升級吸血 對 這一 這一版本的目視 他只要自三過 又可以什麼是非吸七點 有點做壞掉 真的 這一版本的術士真的 那個術士真的是比較難打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 樂見的吧 就是當你在抱怨很多個職業做壞掉的時候 那就代表其實無形中有一個平衡 平衡對不對 對對對 好 那第二場是由獵人對上 這個是秘密法 那剛剛這一副獵人相信大家已經 大概知道是T7嘛 對 就是比較 T7烈 他還是沒有到純T7 但是近乎T7的 對對對 好 那你覺得這邊 應該會換掉一把弓吧 我覺得嗎 我覺得是 放狗應該也會 換掉 我可能這邊是有廢輪的 然後這邊又有大補完 所以其實他的 他其實還可以再撐更久 對 他其實是比較有機會去做斬殺的 那這邊趕快洗上來 把傷害全 那個 把這邊解掉 只是這裡問題來 這邊要不要補 因為 就那個二哥的視角來說 他的壓力超大 對 他的壓力超級大 就是 他怕這樣被 對 很有機會被一波 對 這邊很有機會被一波 對 這邊很有機會被一波 但這時候我又有一個論點了 假設對方爆發已經來到29滴 那待會你是不是這邊補起來 對方點一點 下一回合又要死了 就是 對 下一回合嘛 下下回合啦 所以你應該怎麼樣 你應該就在這邊趁早賭沒有 因為 下下回合你也沒辦法反殺 對 因為你趁早決定之後 你的機會更大 對 因為你這邊補 對方下一回合打 對 下一回合就收 那你在下兩個回合之內 你的手牌沒有辦法 把對手反殺嗎 那你就賭沒有 因為有的話你一定贏不了 那對面 喔 還不錯 還不錯 他 喔 這個拿得還 有零就是好 欸 這邊 上面 比較聽的是 正報跟廢倫 然後二哥只聽一張正報 嗯 層級搞不好也有機會 這邊來進 進 哇 你這個 等一下 這個要算一下 你預言家 應該還沒 因為他只能做四張牌 然後四張牌只能打 18滴 應該是還沒 對 但是 因為他的說小小水是沒有目標的 他只能 7 2 1 0 這樣四張牌 大家這邊只能 衝一波了 不過二哥這邊給的場面壓力也是滿高的 二哥這裡喔 嗯 基本上現在就是 你真我奪一個 一個就是 好 但是 大概就在那邊一個回合 但是龍火藥水直接解決這個問題 有沒有青靈正報十分之一 我好緊張 很像 那這樣子的話又是一個分水嶺 我覺得可以苦痛去找牌了 嗯 然後順便把自己補滿 我覺得不要讓 就30滴就好 因為 待會排一早起來 然後 呃 這個四跟這個一的差別是 我在這邊四 不但可以補滿 待會那個一還可以 轉化為廢倫的子彈 嗯 因為我有光輝元素 所以這邊肯定是直接丟四 就是 梅加懸念 欸這個 零四不錯 欸聖光層級 好 問題來了 就是我覺得剛剛 就是我覺得剛剛 雖然說他沒辦法早在正報啦 嗯 但是我覺得 哇 你送掉火毯一波 我覺得貼給火毯可能好一些欸 可以洗比較多嗎 嗯 這邊是貼給苦神 火毯這樣燒 然後再哪一個 嗯 這邊 打算 層級 這邊如果禁環火毯不就尷尬了 哇 沒有 沒有 還 還可以 但他是可以留好像是 三個 三個 火毯會有兩血嘛 嗯 對吧 那 這邊要圍一解 然後苦痛也是一血嘛 嗯 這邊我一解就編織 說真的 雖然這邊 拼拼後是有的 嗯 但是那個機率也是 低啊 對啊而且他現在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燉火山可能好一點 嗯 他現在就是準時 卡札了 沒什麼問題 但是 但是準時卡札 輸準時拉札一點點 呃 氣勢上 對 那就等他 看有沒有抽到了 會不會等一下右手來個拉札啊 這樣就不一定囉 沒關係啦 我是覺得大家 看也看過幾個月這套牌就要被砍了 噢 我自己啊 我還打算說 想說要來進一步 不要不要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要把目標放遠一點 嗯 對不對 我聽說你最近也是有點迷惘嗎 對 我才拼不上去 沒有他快要被砍了 他快要被砍了 嗯 啊當然 我是 呃 就我來說啦 我是看得有點膩了 所以我覺得等到被砍這時間也是差不多 我覺得這副牌差不多了 對就是 大家也都看累了嘛 我自己只看得心很累啦 這邊可以做撞掉然後 然後 差一點喔 不 他可以撞掉然後血法燒一個 但那樣蘆蟲下不去 蘆蟲現在的費用太高了 他那樣會變二嘛對不對 如果是一就丟下去 對啊 變二然後血法 再 邊吃 對啊這樣就 有點可能 邊吃全血 那血法還可以再抽一張牌喔 剛才那個藥水是不是有拿到 我記得是有 抽牌嗎 我知道他第二層應該選五點傷害 他選擇 他什麼都不會講 召喚 有辦法這樣我們偷看一下嗎 召喚本賽局的兩個 嗯 然後他第一層選什麼 第一層 剛剛沒有可能 好沒關係 待會打了就知道了 對 但這邊大會快爆就是這個八要來了 對 他竟然已經抽到了 哇他選擇拿喔 嗯 他拿了零 那個零四 零四拿到了 因為Purple也可能會覺得 你會看到我這樣做 所以我又再多走一步 我就直接蓋法板陰你 這東西是沒有結果的 我也不敢說 這個操作是有問題的還怎麼樣 對 因為這完全取決於 今天這個選手他會怎麼做 對 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那其實他已經 空了好幾個回合 對 對 那 他的節奏也掉得很誇張了 這邊動物夥伴 看 哇 尷尬 這個該不該 應該就二一吧 二一 摸一下吧 應該是最好的 情況了 可是就知道那不是法反 對 那現在應該 對那兩顆秘密應該是很有 很有 應該是都知道了 嗯 但是都知道了 心裡有數 打不打回來是一回事啊 對啊 而且你現在的手牌 基本上是有點 跟不太上的 那其實 法師他用的爆炸符文 已經傷你非常多的血量了 對就是開局那邊嘛 對啊 五滴 那張牌真的是 其實我剛開版的時候 我抱怨過那個爆炸符文 有點太強了 真的太強了 因為五行中你就被消掉 你也覺得太強了是不是 對啊 五行中已經被消掉非常多的血量了 呃 我覺得 要給一個方向 嗯 就是 你今天要給我一個 因為今天是這樣 我已經在猜那個秘密是什麼了 那 我猜到的情況下 我還要再去躲鏡像體 所以我有時候要下最大的 還是要下最小 是一個沒有答案的答案 那 呃 相對來說啊 如果是 打盜賊我們就知道 盜賊的秘密要怎麼對付 我覺得要有一個大方向 嗯 當然也不是說直接告訴我要怎麼打 但 那是經過 揣測跟猜測的 結果 然後 還要再讀二分之一 我覺得有點太強了 這個讓心理戰更加的 難 這個其實 我覺得 秘密法的這種比賽 有點難播的原因就在這 嗯 但是 因為你沒有 你要以選手的角度 然後我們又知道那個秘密是什麼 對 就像剛才講那麼深之後 又好像沒講一樣 因為最後是一個沒有對錯的答案 對 但是 我覺得只能講出來讓大家自己去思考 對 應該說 賽品只能把所有的可能性 全部都列出來 對對對 就是好像有講又好像沒有講 但是逼不得已 好 那法師 沒問題就是 小 那個 小弟 應該是要 因為你沒什麼秘密啦 有秘密你也蓋得下去啊 嗯 比較需要刀 就是 傳說武器 火門 可是火門他只帶一張 然後 蠕蟲跟炎爆 蠕蟲他也帶到27 他還蠻感的 嗯 嗯 對方一個回合他有什麼變化 嗯 就是這個邏輯是 所以這邊其實到 盤到這邊 你只有奧奇奈一個選擇 好在這邊好像打算繳了幸運幣 果然 完工喔 然後當然他多做幾次確認跟 盤算是正常的 他是二哥 是沒問題的 燒線是合理的 哇 你送掉火毯一波 我覺得貼給火毯可能好一些 可以洗比較多嗎 嗯 這邊是貼給苦神 火毯這樣燒 然後再哪一個 嗯 這邊打算 乘擊 這邊如果進還火毯不就尷尬了 哇 沒有 沒有 還 還可以 但是他是可以留好像是 三個 三個 火毯會有兩血嘛 嗯 對吧 那 這邊要圍一解 然後苦痛也是一血嘛 嗯 這邊圍一血就編織 說真的 雖然這邊拼命後是有的 嗯 但是那個機率也是低啊 對啊 而且他現在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燉火山可能好一點 嗯 他現在就是準時 卡札了 沒什麼問題 但是準時卡札 輸準時拉札一點點 嗯 氣勢上 對 那就等他看有沒有抽到了 會不會等一下右手來個拉札 這樣就不一定囉 沒關係啊 我是覺得大家看也看也看 過幾個月這套牌就要被砍了 嗯 被砍 我自己啊 我還打算說想說要來進一步 不要不要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要把目標放遠一點 嗯 對不對 我聽說你最近也是有點迷惘嗎 對 我才拼不上去 沒有他快要被砍了 他快要被砍了 然後當然我是 就我來說啦 我是看得有點膩了 所以我覺得等到被砍這時間裡也是差不多 覺得這副牌差不多了 對就是 大家也都看累了嘛 我自己只看得心很累啦 我自己只看得心很累啦 這邊可以做撞掉然後 哇差一點喔 不 他可以撞掉然後血法燒一個 但那樣爐從下不去 我想想 嗯 爐從現在的費用太高了 差一點 他那樣會變二嘛對不對 如果是一就丟下去 對啊 變二然後血法 再 邊吃 對啊這樣就有點可憐 邊吃拳解 那血法還可以再抽一張牌嗎 剛才那個藥水是不是有拿到 我記得是有 抽牌嗎 我知道他第二層應該選五點傷害 嗯 他選擇 召喚 有辦法這樣我們偷看一下嗎 召喚本賽 果然 幸運幣加上圖蟲 完工喔 葡萄這邊等一下是不是可以去做一個 一個 這邊嗎 你說待會直接西瓜吞一個喔 嗯 看他拉出什麼 欸 我覺得五面更好 如果進五面的話 因為他這樣要儘快那個 對 那 葡萄要先去 開嗎 這邊進什麼惡魔會最好 這邊嗎 嗯 肯定是要叫末日的啊 可是 現在就一半一半 末日 對 那是不是應該要打左邊的聖閻牧師 然後如果叫到末日守衛的話 你說可以直接撞掉是不是 對 喔 運氣不錯 喔 末日守衛 那五面好 其實這蓋那個很難 就是 你如果叫到是這個 這個虛無領主是不是 對 超廢 對 因為對牧師來說 他根本不在乎你場上的那個三九 對 然後其實你剛才其實可以 無面一個 呃 這樣叫兩次 一定叫得到末日 沒錯 然後再接西瓜 然後把它炸回來 不過這邊龍虎藥水直接解掉 也是最棒的狀況 我覺得不擠了 因為 你待會十就是一個很大壓力 對啊 但是 你現在已經六了 結果慢慢打吧 而且 剛才其實有一個 可以說是 考量點 就是 你剛才其實各叫兩隻二二 那待會死光 你就一定拉得到末日守衛 然後轉回來 你就可以做西瓜 然後把西瓜直接炸掉 喔 等於說你這個combo 越做越大 對 這樣就穩定 可以多死很多隻 只可惜又怕那個尖效 對 就唯一就差在那一招 沒錯 那這邊也正尷尬 因為末日 但是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想要拼末日 但我是肯定不敢 你這邊在拼末日是不是有點 就不要掉DK都還好 但就你敢不敢而已 還不錯不錯 還好你沒拼 打得好 天啊 真的有一個靈氣在耶 我覺得 然後這個 那個浪二追三 就是那個 下午靈氣嘛 喔 而且蒲蟲來的 那個蒲蟲也來了 勉強接受啊 但這個蒲蟲要不要下午 我覺得待會是一個問號 因為你要想 這個蒲蟲一定會拉到領主了 那領主會不會被痛掉之後 然後一大堆藍胖 待會把那個 末日守衛的位置 場面鋪滿 對對對 卡住 最討厭這種狀況的 對對對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打快攻而言的話 當然啦 那就超棒的 但因為現在是在打末世 我覺得要戳一下看一下 我覺得現在 欸 這個對戰現在有點膠著 但我覺得就是把西瓜